各位好 為了要消滅你們那些多餘的體重 我們現在要實施一個四步 什麼叫做四步呢 就是從現在開始暫時不吃米飯的麵 不吃甜糖的東西 不吃肥肉脂肪不喝酒 這個叫做四步 一沒有就是沒有消夜 我們先講消夜 消夜應該還是可以吃的 這個可以商量一下 酒就沒得商量了 再來就是脂肪和肥肉 我們要減的目標就是脂肪和肥肉 所以記得一塊肉只吃瘦肉肥 脂肪皮不要吃 再來就是糖 糖只能吃代糖 有沒有看到現在很多飲料寫個零卡 這個東西叫做代糖 或叫做阿斯巴典或叫做牛糖 再來就是澱粉 這個澱粉不能吃 那我們要用什麼來取代呢 就是用蛋白質來取代糖 什麼叫做蛋白質呢 來馬上我們看這個V 減重可以吃的食物總共有十大列 前面五項都叫做蛋白質 第一個就是牛奶 你可以去賣場買個低脂或脫脂的鮮奶 摩林刀爾古聯粉喔 因為我們的奶粉裡面都是加糖的 是假的 另外一個就是要用優酪乳 優酪乳也可以要用無糖的 不夠甜你自己加代糖 再來就是豆漿 也是無糖的 不夠甜自己加代糖 再來就是瘦肉 不管是兩隻腳四隻腳都可以吃 雞肉最好 記得喔 只吃它的肉 皮 內臟頭尾巴腳都不要吃喔 海鮮 任何的海鮮都可以吃 魚的肉最好 記得喔 只吃它的肉 你一天要吃十條魚也沒有關係 再來就是蛋 水子蛋 茶葉蛋增量任你吃 但是有的人說 吃那麼多顆蛋呢 蛋固醋高怎麼辦呢 三顆以上把蛋黃拿掉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蔬菜 任何蔬菜都可以 綠色的蔬菜最好 以上的蔬菜要怎麼煮呢 水煮 汆燙 清蒸 以及用不沾鍋來炒 就是把你家的鍋子 變成不沾鍋 這個不沾鍋 可以炒瘦肉 炒魚 炒蛋 炒海鮮 炒酥菜都可以 但是記得不要額外再加油了 因為油就是你的敵人 就是脂肪 再來是講這個飲料 只要飲料標示是零卡的 或無糖的 隨便你吃 不限量的 走料 任何的天然界的天然的走料 全部可以用 像檸檬 辣椒 薑 蔥 蒜 醋 九神塔全部可以用 但是兩個東西要限制喔 一個是醬油 一個是鹽 它可以用盡量少一點 因為它是屬於加工的食物 第十項就是涼拌的豆腐 就是那種白白嫩的那種豆腐 像中華豆腐 豆腐就可以了 豆干豆皮就不可以了 豆干豆皮是屬於加工的食物 記得不要去吃到它 再來就是蒟蒻 蒟蒻你要買鹽味的 不要買加工的喔 這個蒟蒻有一個味道 只要加個檸檬 味道就沒有了 多吃檸檬還有減重的效果 可是檸檬很酸 不能當作水果來自 你就加在你的菜肉飲料 或者是你的茶那裡 這樣就可以了 多多益善 你要記得食物盡量吃天然 不要吃太多加工的食物 有沒有看到A 前面我幫你打個X 這個就是代表這個食物不要吃 有沒有看到B 前面打個Go 這個Go 就是代表你盡量吃 記得減重是可以吃東西的 只要你吃堆食物 這個B的東西 你只要一天要吃三餐 五餐 十餐 或者是消費你要吃 都可以了 隨時隨地你都可以吃 A就不要吃 你就記得用B去換取你的A 這樣就對了 再來我們講C 減重的詳細步驟 我這裡寫得很清楚 從每餐前的三十分鐘要怎麼喝水 每天要怎麼運動 早餐、午餐要怎麼吃 我這裡都寫得很詳細 你只要按表操喝就可以了 這裡有講到一個叫做不喝湯 為什麼湯不能喝呢 因為湯裡面都躲著油、甜、高熱量以及精華 所以記得湯不要喝湯 想喝湯呢 你就用開水或無糖飲料來取代 這樣就對了 下面有一個可以打勾的可以吃的 減重瘦身湯 這個湯設計的目的 不是要讓你吃湯 是要讓你吃料 因為你喝湯是不會飽了 吃料才會吃得飽 記得這個湯也是不要加油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大堆湯 這個湯都可以加料 加什麼樣的料 加B的料 不要加A的料 因為B是可以吃的 記得煮好以後 把料吃光 把湯倒掉 這一欄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去吃火鍋 可是你要選好了可以吃的料 然後選好了以後 把可以吃的料吃光 把湯倒掉的意思 下面那一來就是禁食 就是絕對不能吃的 它就是糖跟澱粉的另外一個名字 我舉例來講 像冬粉米粉 這個東西叫做澱粉 這個不可以吃 很多人還不知道喔 還有一個燕麥 電視有廣告 燕麥是可以瘦身的 這是不對的 要記得燕麥是澱粉 越吃越胖 再來就是紅豆綠豆豆 豆花薏人 記得這個也是不能吃 這個也是叫做澱粉 這一欄你自己要去看一下 認識不能吃的食物 再來的話 我們要講這個健康減重的速度 16歲到29歲 每個月的速度是2到6公斤 30歲到45歲 每個月的速度是2到5公斤 46歲以上 每個月的速度是2到4公斤 其實是差不多 差不了多少 再來呢 水分怎麼喝呢 1公斤要喝到40CC的水 假設說你的體重是60公斤 那你的水分就要喝到2400CC 這不是水 這是包括豆漿 鮮奶 茶 還有所有飲料 全部包括在那裡 水分喝的越多 減重速度就會越快 所以水分是多多欲善 再來是維他命B勤問題 維他命B勤一定要吃 高端的B勤 至少你每天要吃到100個單位以上 因為你在減重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吃維他命B勤 你的手腳臉會麻麻 會不舒服 所以一定要每天要吃 預防在前面 再來最後一點就是遇到 如果說遇到感冒發燒 或遇到你的生理疾 讓你的身體很不舒服的時候 暫時來不要吃減重藥 或者照吃 吃這個減重藥只有兩個感覺 一個是嘴巴會很乾 多喝水 第二是你的腸子每天都 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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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個不停 不要去理他 那是正常的 他在運動你的腸子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孩子碰到生理疾 剛好這個時候 你的頭很痛 肚子很痛 有生理疾的急不舒服症狀 這個時候暫時來不要吃藥 或者肇事不會影響你的業績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你孩子 記得在減重的時候 不要懷孕喔 你如果要懷孕 確定你是 停藥後兩個月 才可以懷孕 謝謝 拜拜